大家好,前几天河北邯郸发生了一件极其恶劣的案子 三个十多岁的初中生把同班同学活活打死,还毁尸灭迹 犯案之后,这几个小畜生跟没事人一样 根据现在警方公布的最新证据来看 这三个杀害同学的小畜生不是失手误杀 纯粹是有预谋的杀人犯罪 如此用心歹毒,手段残忍的案子出自三个初中生之手 实在是令人发指 这件案子被媒体爆出之后,全社会舆论哗然 大家都在讨论最后这几个小畜生得到什么下场 根据现有法律,由于这三头畜生还是未成年人 顶格处理也就是被判无期徒刑 在里面待个二十多年差不多就出来了 到那个时候这几位经过一番改造 再犯出什么案子来,那真就是后患无穷 讲到这儿有人问,那少年犯罪古人是怎么处理的 今儿咱就聊聊这个话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未成年人宽大处理的共识 比如在这个礼记中就记载 八十九十约毛,七年约道 道与毛,虽有罪不加行焉 也就是说在古代 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七岁以下的幼童 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这些人如果犯罪就不会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宽幼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则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的法家主张言行俊法,对未成年人也不能侵扰 比如李亏在法经中就规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易减 不存在什么宽幼的说法 即使是你犯了罪 在十五岁以下的也只能相应减免 不能完全取消刑罚 到了秦朝天下一统 宽幼未成年人的原则得到恢复 但是这带来一个问题 你说自己未成年凭啥 朝廷的做法就是看身高 秦法规定男的身高六尺五寸以上,女的身高六尺二寸以上要承担刑事责任 换作今天呢,大概就是男的一米五,女的一米四 在这个身高之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就不用受罚 后来汉初统治者休养生息,得主刑府的慎行治国理念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幼原则又从身高改回了年龄 不过呢,这时期对少年犯也不是无底线的宽幼 比如汉景帝的时候曾经规定 八岁以下犯罪者宽大处理,不必用刑具和囚禁 如果不满七岁的孩子犯了死罪 那也得要地方长官向庭位报告 再由庭位判决才可以减免死罪 换句话说呢,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这种对社会中弱小群体的宽幼续形的原则深入人心 形成中国古代律法的特色传统 即使胡人入住中原也遵循这个原则 北魏孝明帝冀州有一个叫网买的神棍,聚众造反 跟着他造反的人里面呢,有个叫刘景辉的九岁的孩子 由于过了朝廷赦免令的期限 掌管庭位的裴廷郡认为应该判刘景辉死刑 以警校游 而令阅官员觉得呢,这孩子年幼无知 跟着造反都是大人带坏了 再说之前朝廷已经赦免,就不应该判他死刑 当政的林太后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同意了不判死刑的意见 于是呢,下令把刘景辉流放到洛阳去做顺民 到了唐代呀,对少年犯有了更为详细的划分和规定 比如唐绿书遗争规定,七岁以下的孩子 即使犯了死罪也会免于刑罚 八到十岁的即便犯了谋反杀人等十恶不恕的大罪 也有权上请,就是奏请皇帝裁决 而十一岁到十五岁,留罪以下可以通过交纳罚款来顶罪 但这个年龄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一律处死 唐绿书遗是以后历朝历代历法的基石 如此原则呢,就都被继承了下来 唐玄宗的时候,西州都督张沈肃被监察御史杨邦 以母反之罪处斩,急没齐家 张沈肃的两个儿子张皇张秀被流放岭南 几年后,十年十三岁的张皇和十一岁的张秀兄弟逃回洛阳 首刃杀复仇人 他们被捕之后,社会上都很同情 这哥俩的遭遇,呼吁给两个人宽幼处理 但丞相李林甫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 就让玄宗也这么认为,于是下令了处死了兄弟二人 此时对一定年龄的少年犯不是不杀,而是甚杀 而且就算能够减免少年犯的刑罚,该赔的也得由家长赔偿 宋仁宗年间,豪州有个叫王阳琪的九岁孩童 与人争抢木柴的时候,用镰刀把人砍伤,致人死亡 因为这个王峰琪啊,年龄太小了,免于刑罚 不过呢,王家得赔120斤铜给受害人家 在宋代罚筒有18个等级,罚120斤就算是顶格了 总之一句话,以为少年犯罪就能完全不负责任,那是不可能的 到了清代法律进一步严苛,对少年犯的处理呢,也变得更为具体 大清律例规定,七岁以下未成年人杀人可以免罪不加刑 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杀人等死罪可以上刑 十岁以上的少年杀人,虽然可免于死刑立即执行 但仍需被判处斩尖后或者绞尖后,而且不得尚请减免 不过呢,有一个案子啊,打破了这个规定 雍正十年14岁的丁起三仔和18岁的族兄丁狗仔一同挑土 丁狗仔仗着自己年龄大又是长辈,就开始欺凌年幼的族地 还用石头砸他,忍无可忍的丁起三仔用石头还击 结果呢,丁狗仔太刺皮了,被石头打中腹部就死了 按照法律规定,一般这种斗殴杀人的只有十岁以下的孩子才可以上请免死 因此呢,刑部就给了丁起三仔一个脚尖后的处理意见 不过当案子摆到雍正帝的龙树岸上,丁起三仔的命运改变了 雍正帝认为14岁的丁起三仔是在被霸凌之下被迫反击将人打死 属于情有可原的正当防备,于是呢,下旨免去丁起三仔的死罪 再陪受害人家属20两银的丧葬费就完了 有皇上的亲自批示少年犯适用宽幼政策的法定年龄得以扩大 甚至在乾隆十年专门规定,对于15岁以下的杀人之犯 只要案情和丁起三仔一案基本相同,就按先帝爷的批示办 当然了,杀人这件事得看动机,对待这种涉及青少年的恶性犯罪 大清皇帝在具体案件上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乾隆爷就亲自判了一个9岁孩子死刑 乾隆43年,四川地区同是9岁的刘弥子与李子相在和坝上放羊 李子相抓出一把胡豆,烧熟当零食吃 刘弥子眼馋就向这个李子相索要 一来二去呢,俩人争吵打斗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刘弥子一把把李子相推倒在地 导致这个李子相变伤了腰眼,昏死了过去 刘弥子还是不肯罢休 又朝着李子相狠狠踹了几脚才赶娘离去 等李子相父母赶来,孩子呢早已弃绝身亡 按照已晚的惯例 当地支县已判9岁的刘弥子脚尖后 四川总督文寿跟幕僚看过卷宗之后 也认为脚尖后拟罪合理 不过呢,一律这个年龄的杀人犯 案卷要进城皇上亲自过目,由皇上圣财 于是呢,四川总督文寿派快马把刘弥子的案卷递进了北京城 不过,乾隆爷爷看过案子之后认为啊,刘弥子因为胡斗将小伙伴杀死 是主动寻衅 即使无心之过,也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而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社会危害性极大 若不严惩,就此放过,日后长大必成一害 而且乾隆弟发现一味的对少年犯宽幼续行 并不能遏制这些孩子犯罪 反而对受害者不公 有了乾隆的圣财,此后大清的少年犯不能因为拥有免死金牌的年龄而肆无忌惮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这个金老续幼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 虽然幼的标准不但变化 但是呢,统治者用续幼彰显自身人德 由此可见,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 才使得金老续幼成为延续千年的立法传统 这和现代法律的理念有本质差别 到了现代保护未成年人 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法治文明进步的表现 但宽容不等于宽重 近些年来,未成年犯罪屡屡登上热搜 归根到底是因为大量未成年罪犯 由于年龄限制受到法律保护而逃脱制裁 尤其是受害者也是未成年人的案件当中 人们更加难以容忍这些小畜生 仗着法律的保护有恃无恐 因此虚幼传统非常好 但不能放弃惩恶的原则 前面讲到的那些发生在古代的少年犯的案例 也许能给今天的人们一些启示 好了,关于古代少年犯的历史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